A'udhu Billahi Minash Shaitanir Rajeem Bismillahir Rahmanir Rahee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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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smillahir Rahmanir Rahmanir Raheem 居民将永聚集中,这是为了报酬他们的行为。 我曾令人孝敬父母,他的母亲辛苦地怀他,辛苦地生他,他受胎和断乳的时期共计三十个月,当他达到壮年,再达到四十岁的时候, 他说,我的主啊,求你启示我,使我感谢你所赐予我和我的父母的恩惠,并行你所喜悦的善事,求你为我改善我的好意,我却于向你悔罪,我却是一个颂福者。 这等人,我接受他们的善功,我受用他们的罪恶,他们将成为乐园的居民,那是他们所受的真实的应许。 有人对他的父母说,哎,你们俩恐吓我吗?我要复活吗?在我之前,有许多世代却已逝去了,你们俩向真辱求冤,并且说伤宰你,你信道把真辱的应许却是真实的,他说这只是古人的故事。 这等人应当受刑法的判决,而入于以前逝去的精灵和人类的各民族之中,他们却是亏损的。 他们将因自己的行为而各有若干等地,以便真主对他们的行为给予完全的报酬,他们不受亏望。 不信道的人们遭受火刑,或者将对他们说,你们在城市生活中,已将你们的福分消禁享完,今日你们应受凌辱的刑法。 因为你们曾在地方上妄自宗大,也因为你们曾经犯罪。 你纪念阿德人的弟兄吧,当时,他在沙丘警告他的宗族,在他以前和以后,有许多警告者,却已逝去了。 他说,你们应该只崇拜真主,我的确怕你们遭受重大日的刑法。 他们说,你来阻止我们崇拜我们的众神灵吗? 你招式我们,你用来恐吓我们的刑法吧,如果你是说实话的。 他说,只有真主知道的刑法,何时会降临你们? 我只能把我的使命传达给你们。 但我以为你们是无知的民众。 他们看见天边有一朵荣向着他们的山谷移动,他们说,这朵荣会降与给我们。 不然,这是他们要求早日实现的,这是狂奋,其中有痛苦的刑法。 他奉他的主的命令而毁灭一切。 一旦之间,不见他们,只见他们的房屋。 我要如此报仇犯罪的民众。 我却把没有赏赏你们的地位赏赏了他们,我却赋予他们聪明睿智。 但他们的聪明睿智,对他们毫无提议,因为他们否认真主的迹象,所以他们一向所嘲笑的刑法降临他们了。 我却已毁灭你们四邻的城市,我反复昭示各种迹象,以便他们悔悟。 他们舍真主而放为神灵,以求接近真主的偶像。 怎么不相助他们呢? 不然,他们已回避他们了。 那是他们的妄言,也是他们所伪造的。 当时,我曾是一伙精灵走到你的面前来,来敬听古兰经。 当他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,他们说,大家敬听吧,诵读完毕。 他们就回去警告他们的宗族。 他们说,我们的宗族啊,我们却已听见一本在谋杀之后降世的经典,它能证实以前的天经。 能指引真理和正路。 我的宗族啊,你们当应答真主的号召者,当归信真主。 真主将奢佑你们的一部分罪过,并使你们得美于痛苦的刑罚。 不答应真主号召的人,在大地上绝不能逃避天前。 除真主外,他们绝无保护者,这等人是明显的迷雾中的。 创造天地而不感觉疲乏的真主,是能使死者复活的,难道他们不知道吗? 是的,他对万事是全能的。 不信道的人们遭受火星之日,或者将对他们说,难道这刑法不是真实的吗? 他们将说,是真主的。 以我们的主门事,他将说,你们尝试刑法吧,因为你们没有信道。 你应当奸人,如有决心的重视者那样奸人,你不要要求他们所应得的刑罚早日实现,他们眼见自己所被恐吓的刑罚之日,他们将觉得仿佛在城市只是在白昼逗留过片刻。 这是一个警告,唯一悖逆的民众才遭毁灭。